大家好 我是施乃丽 欢迎我们园艺达人李立元 Robert他要来跟我们来分享 他的园艺的经验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们按订阅小铃铛 然后你会及时收到最新的视频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给我们留言 Robert会给你们最快回答 谢谢 我知道有一种植物 那个算是蔬菜嘛 对 吃起来黏黏的 长长的绿绿的 日本人很喜欢吃 是吗 但是它营养价值非常高 非常高 可是还不便宜 对 对 没错 那我们如果是自己来试试 试得动动看 可以 可以 也就是秋葵 秋葵 对 其实现在大家都注意到 这个 这个蔬菜是非常有营养的 是的 秋葵 要在早春 现在就是现在就是春天了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播种 你可以播种的时候呢 可以买种子 可以买种子 可以买一包种子 真滑的来 这一包种子超 很多哟 还有100个以上 看没有 你们看一看 哪里 这秋葵的种子够大吧 跟绿豆差不多 好像绿豆一样 跟绿豆那么大 然后这个种子呢 先要泡水 因为它的咳很硬 泡水 泡差不多一天以后 然后开始就开始可以 让它的咳软化以后 开始种 种到这个里面 我看一个里面塞一个就够了 因为这个盒子很长的 这边是我剪掉了 很长的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 来种秋葵 那么秋葵那时候 就是春 早春的时候 种这个秋葵 是再好不过了 泡水 让它咳软掉 它适合发芽 它育苗的时候 要摆在什么地方 育苗比较安全 育苗要摆在你床上 摆在你床上 体力温暖 放在窗台有光线的地方 是最好不过了 最好不过 有一点点阳光 对 那有一点芽露出来的时候 可以种到盆子里 或者你种在地上 但是秋葵的土壤 它是需要稍微 碱性一点的 我们可以去买 这个石灰 石灰 石灰 前几集我们有介绍 这个石灰 可以让那个 秋葵花开花的颜色改变 酸性的土 变得碱性 对 对 你也不需要拖 反正任何的肥料 农料 都是适合 适量就好了 适量就好了 这样子稍微傻一点 你看这一点点 稍微傻一点点 它 这个土性 从酸的 固定到 这个碱性的土壤 然后拌一拌 然后你一浇水 这个土壤就整个都变得 适合它 变成稍微有剪净的 那个时候把这个小壳子 这个里面的这个 剪下来 剪下来 然后这个底下挖一个坑 种下去 种在里面 原来已经长苗的 对 对 它自己就把 这个壳 就是 纸的纤维 它时间一久 它自己就腐烂 根都会从里面长出来的 就这样子 这是秋葵种植的第一步 你可以种在院子里 你也可以种在盆子里 都可以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它 浇水的时候 不要浇到叶子 这个很重要 秋葵叶子 就浇根吗 对 你浇到根部 浇到底下的土壤 都很好 你浇到叶子 它有时候叶子会生病 秋葵叶子 很敏感 因为水是可以让任何的维生物 发展的 就是靠水 我们不要浇叶子 千万记住 浇秋葵灌水的时候 灌在它的根部 这个时候二月 二月就可以开始种了 它差不多 种的差不多 一个多月 将近两个月的时候 它就开始长花苞出来 长花苞 还有一个重要的 它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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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以后 你不能等它老 它老了以后 这个秋葵不好吃 它壳会变硬 皮会变硬 咬不动了 对 然后你在它 有花的地方剪掉 它剪掉之后 有花的地方 它从它原来剪掉 有花的地方 它再会长出另外一朵秋葵 它都是在剪掉的地方 它再长花 再来长秋葵 所以你就再把它剪掉 你就等它再发 那你原来是长出来的那个秋葵呢 我们都是待下来吃了吗 嗯 对啊 都到肚子去了 对啊 那你怎么样把它从 我听不懂 它不是秋葵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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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某个程度嘛 对啊 其实你用木式的 看到它已经长得够大了 够肥够壮的时候 你就要剪下来去吃了 你不能等它在上面 过了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我告诉你 那个秋葵的会老化 外面纤维就会很粗 要吃嫩的 那你怎么说 又在花的那边再剪 对 就是你要剪掉的地方 剪了以后 它再发芽 再发花的芽 它还在同样一个地方花 在同样一个地方 在同样一个地方 对 我刚刚一下子就老金转不过来了 哎呀 你那么聪明的 只有我转不过来 偶尔会有点迷糊 对啊 而且呢 秋葵它需要微弱的光线 它不能够太大光线 但是呢 还有相反的 它不能太弱光 没有光线 我告诉你 没有光线 它不长花芽 没有 它就必须要有光线 很难伺候 还要有一点点太阳 给它照 也不能太强烈 也不能太强烈 然后就是微弱的太阳光 微弱的太阳 它会长出 长出芽出来 施肥呢 要注意到 它是需要 蛋 零甲 三种肥料都要 都要用 对 像这个是骨粉 对不对 它开花 没有甲肥 对 它开花差不多的时候 就要开始吃一点这个股粉 吃一点这个股粉 那这个股粉呢 你说没有甲肥 很简单 甲肥是最容易的 甚至于是什么 咖啡扎 撒一点点 它就很好的 很好的蛋 零甲肥都有 非常好 但是秋葵是很好种的 它会长得很高 长得高的时候呢 你不要从底下再来长新枝 不需要 它主要的营养要供给它 开花 供给它 结成它的秋葵的果 这个是最重要的 底下一长出很多新芽 你要剪掉 然后把营养 光 所有的养分 通通供给到 它的花朵上 它的果实上 这样 秋葵就吃不完 嗯 那你是个开过餐厅的人 秋葵怎么样吃 比较好吃 哦 我开那个餐厅 不吃秋葵 因为秋葵太贵了 哈哈哈 我知道 他们日本人吃 沾了那个 甜不辣的粉 是 面粉炸 是 炸的酥脆酥脆 对对对 我们只炸那个 popcorn chicken 原酥鸡 哈哈哈 那 一般的话 就是 可能 不是那么的 呃 强烈的好吃 嗯 但是呢 很有营养 我觉得现在很 大家都很注意营养 这个秋葵啊 我有几个朋友 他喜欢的不得了 嗯 他喜欢上秋葵的秋葵 他就觉得这个脆感 咬起来 那个口感呢 他特别觉得 但是那个有的人吃到老 就咬不动了 哈哈哈 所以要太老 一个牙齿 一个假牙箱 早点要剪下来吃 对对 早点 他长得很硕壮的时候 你赶快剪下来 要做 这个 炒菜啊 什么都可以 对对对 这是一个好东西 好东西 好东西 可以试试看 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种春天嘛 对对 就早春 早春这个时候就要种了 就要开始种了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两个月以后才收成嘛 哇 那么快啊 说快说快 说半言 也蛮慢的 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 大家种着看 好很贵的 种着这货 之前肯定滑的来 对啊 我们谢谢我们Robert 谢谢大家 也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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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